东京日本桥一家豪华餐厅老板 告诉日经经济新闻 几个月前他接到一个宴会的订单 要找食材 然后他就在网路上面找到了一批冷冻的照烧赤鱼 简单介绍一下 这种赤鱼中文名称据说叫做葛萍油 是一种深海鱼类 主要分布于日本到美国阿拉斯加一带 肉质Q弹 被日本人视为珍贵的鱼类 很受欢迎 已购买小孩爱吃了 不过这批赤鱼小个大碗 十片一包去骨调味过的鱼肉 一片平均只要70日元 大概才15块台币 是一般市场行情价的三分之一 老板算觉得毛毛的 好像有点太便宜了 但预算是在很紧 看了一下标签 上面写着鱼是从阿拉斯加来的 阿拉斯加这美国鱼应该可以吧 这才下了单 不过世界各地万物起长的时候 这种鱼为什么可以便宜成这个样子呢 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日本记者追查之后发现 这恐怕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下的产物 大家好我是范琪辉 欢迎收看范琪辉的today 看世界 日经报导 以前日本人餐桌上的鱼 大多数是本地渔民抓的 运到港口卸货 送往零售商 再卖到消费者的手上 但近年来 由于少子化跟人口老化 劳动力严重不足 让日本渔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加上消费习惯改变 透过网路平台卖出的鱼越来越多 而且为了食用方便 去骨的产品也更普遍 鱼种也增加 这就改变了日本的饮食文化 那这些网路上的鱼 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大概猜到了 就是中国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渔船 跑到日本跟阿拉斯加附近的渔场捕鱼 把鱼货通通搬回家之后 由中国公司加工再出售给日本的进口商 当然也不止这片海域了 两年前 纽石就报道过 过去20年来 中国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深海渔船队 拥有大约3000条船 另外也有专家预估 中国目前拥有的渔船 已经多达6500条 而在自家沿海水域的渔资源 严重枯竭之后 中国渔船纷纷捞过界 全球的渔船几乎都能看到中国渔船的踪影 很多国家在自家门前就吃别了粪 根本抢不赢人家 这些渔船还被北京当局拿来 当作增强海上军事力量的工具之一 回到日本 网络电商平台就成为这些中国渔货的销售管道 由于中国劳力成本低廉 他们卖的水产 价格就能够压得很低 或许这些鱼真的来自美国阿拉斯加 但中间加工的恐怕是遭受强迫劳动的维吾尔人 这些加工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好大幅的削减成本 而且中国企业还能获得政府补贴来雇佣维吾尔人 并且声称这是对贫穷维吾尔人的支持 过去对于新疆强迫劳动 大家最关注的三个产业 第一就是棉花 世界上有20%的棉花产自新疆 新疆棉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布料之一 但因为扯上强迫劳动遭到抵制 顺带一提 最近优衣库的母公司老板刘景正接受BBC访问 首度直接回应新疆棉的争议 说产品没有使用来自新疆棉花 瞬间就掀起了热议 中国网友还怒喊要抵制 再来第二就是番茄 第三是做太阳能板的多精细 也有证据显示 汽车跟铝业中存在强迫劳动 但过去海鲜食品业一直没有受到外界的关注 直到去年10月 美国非营力组织非法海洋计划 在经过长达四年的调查 研究无数通讯记录 新闻报道跟卫星影像典资料之后 跟纽约客杂志联手发布报道 才首次揭露这个强迫劳动系统 报告指出这个强迫劳动 通常是有一阵超门声开始的 中共派来的住村工作队 会进入居民的家中进行思想工作 像是说服维吾尔人参加重新安置行动 讲好听是重新安置 实际上是强迫转移 官方是说维吾尔人都对这些就业机会心怀感激 但参与的学者指出 有妇女因为拒绝接受当局的工作安排就被抓去关了 然后木来的人就会被送去再教育营 参加招聘会 签下卖身器 接着被当局再去工厂做工 离奇的是2022年顶尖的验证公司SGS 派人去山东一家海鲜加工厂审查 居然没有发现强迫劳动的迹象 但就在审查人员到达厂区当天 就有维吾尔劳工把自己在厂内的生活照 PO上网 而且许多维吾尔人都定期在抖音上PO工作了影片 非法海洋计划调查还发现 半数被证实涉及强迫劳动的中国出口商 竟然都通过了检查机构的评估 所以为什么查不到呢 设计审查表的机构指出 如果是国家带头强迫劳动 一定是官官相护很难查 比方说禁止审查员进入作业区 甚至威胁审查员的人身安全 中共的审查机构还会在网络上 清除有关维吾尔劳工的资讯 其实不只是中国 在孟加拉、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地 也有类似的情况 而这些雪海鲜究竟是谁买走了呢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跟英国等 西方大国买去的 报告指出美国的海鲜食品 大约有八成仰赖进口 而中国就是最大的供应商 比方说美国公立学校提供的鱼柳条 有一半是在中国加工的 从2018到2023年 中国至少有10家大型的海鲜公司 使用了1000名以上的维吾尔劳工 在此期间 这些公司已经向美国运送了 超过4.7万吨的海鲜 然后流入全美的超市 包括Walmart跟Costco 你我都有可能不经意吃到 这些新疆海鲜 但是中国渔船 加工厂跟出口商之间的关系复杂 导致各国难以追查 这些进口海鲜的来源 美国其实也不是摆着不管 搞了一个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2021年12月底 由拜登签署正式上路 法案规定只要货品的开采 生产或制造 全部或部分过程在新疆 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单的实体所生产的 产品都会自动被推定 涉及强迫劳动 无法进口到美国 除非进口商能够提出清楚 且有利的证据 证明这些东西并不是强迫劳动所生产的 今年6月 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宣布 把三家中国的海鲜 铝跟鞋类公司 列入了UFLPA的黑名单之中 想要确保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 不会进入美国市场 今年11月 再增列29家 至今被列入这份黑名单的 已经有107个实体 根据美国当局网站统计 法案生效以来 美国海关机边境保护局 已经拒绝了超过4500批的货品 审查后放行将近5000批的货物 所以美国这些做法真的有用吗 其实真的很难说 因为你仔细悄悄就会发现 这些被扣留的货物当中 只有大概一成是来自中国 将近九成来自马来西亚 越南跟泰国 意思就是 其他国家恐怕沦为帮忙洗产地 强迫劳动的帮凶 有没有真正打到该打的人 有多少漏网之余 很难讲 法案上路至今 还很难看出实际的效果 至于美国的好朋友欧盟英国这边 目前也还没有跟进制定相关的法令 来制裁对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 我自己对于经济制裁能有多少功效 一直很怀疑 总觉得这是民主国家觉得 我得要做点什么 于是就做了点什么 但就是做不彻底 太多半调子了 拿制裁俄罗斯来讲 刚开始很多战家都说 这次是来真的 结果俄乌战争都快三年了 我看俄罗斯也没有怎样 再讲回来 新疆的强迫劳动 中国出的东西就是便宜 现在大家都担心通膨 有多少人真的会因为要抵制强迫劳动 就借掉买这些便宜的产品呢 我真的很好奇 川普用关税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欢迎大家来谈谈 你的价值观在买东西的时候会影响你多少 留言告诉我 如果想要更深度了解今天节目讨论的议题 可以到Lite Today的国际分类中 看世界影音的下方 只有针对这个议题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观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t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te Today的国际栏目里 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锡萎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的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师 我们明天见